的一個單位 那個造價很高 那個交易價格很高 引起我一些質疑 我先講講背景情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早前已經有議員同事 我沒有記錯 朱可迪和陳志全 就著何君堯 以公司的名義作為股東 持有在粉嶺高爾夫球場 旁邊的一幅面積很龐大的土地 沒有向立法會申報作出投訴 我以為這件事 他會學精 快點補回 但是 期間再發生另一件事 原來他也持有另一間公司 持有一些住宅物業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他有物業 他富貴沒有所謂 你報就行了 今次引起我質疑的地方 那個物業 被發展商行機兆業 用了一千九百六十二萬 去到收購的 是深水埗一個舊式的唐樓單位 根據有關的資料 給我 因為我自己都跟土地房屋政策 我就覺得那個價值 和當區房屋的一般交易價格 就算作為收購價格 都是比較高的 高出最少幾倍 常理來說 當然我不知道他的單位是否特色戶 他可以爭辯的 如果是的話請他交代一下 但是我就這樣看表面的證據和數字 他是很令我們產生一些質疑的 而最重要的質疑就是他沒有申報 完全沒有申報 好像我上次都說過 到底何君堯還有幾多間公司的股份沒有申報 而這些股份背後會不會涉及一些潛在的龐大利益 那這次我覺得一個單位 一個舊樓 唐樓單位 竟然賣到接近二千萬 是很不尋常的 所以我覺得是需要跟進 我就去了信 星期一已經去了信 給姚思榮議員 就是這個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主席 那麼我要求他 是正式查處這件事 那麼有幾條問題我問了 第一就是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到底這個收購價和同區 和類近面積的單位的收購價格 的比較是怎樣呢 有多大的落差呢 讓公眾知道 或者起碼讓議會知道 有沒有什麼跟進 第二 如果是真的好像我那個說法 那是超出數倍的收購價 根據我現在所查到的資料 是最少超出幾倍的 那麼這個 是不是有一個潛在利益輸送的可能性呢 這個我覺得委員會要跟進 另外何君堯議員 涉及的這些業務 有沒有在立法會申報呢 根據我現在看到的資料 似乎是沒有 那會不會是有其他的途徑 或者他過程中現在補回呢 我希望他們要查 以及他為什麼不申報呢 如果是沒有申報 另外呢 就漏報了的話 是不是蓄意的呢 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都漏報呢 你這麼多樓 漏完又漏 還有沒有其他漏是來的 是不是應該要細心審視一下自己 這麼多間公司的股份 這麼龐大利益有沒有影響 最後就是 我想要求委員會查一查 有關於今次的交易 會不會跟他作為立法會議員 履行職務 包括在日後 或者過去的投票 或者會構成一些利益衝突 那麼這幾點我覺得 都是很合理的邏輯推論 那麼我希望 議員各人的監察委員會 姚思榮議員可以認真去處理這件事 那麼我星期一已經 入了這封信的了 那麼連同他之前 我只是說了兩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都跟進去土地的 我希望何議員 也都是坦白重寬 老老實實去到交代 並且呢 如果真的有潛在利益的 我覺得應該盡快補回一些申報 不要令到公眾呢 對立法會議員的操守呢 帶來一些任何質疑 OK 好 我也知道說了三點再問 好嗎 好 另外呢想回應兩項 關於房屋土地的問題 那麼就今天 行政會議開會前 林鄭月娥特首 就出來 就提及到 就是關於 有記者問到 收回哥爾夫球場 你什麼取態 你怎麼看 那麼林鄭就很好笑的 即時就說 因為現在 政府呢 就土地大辯論 正在做 那麼就不方便說 同時間呢 政府也都有一個 由劉光華局長 帶出來的 叫做 私人遊樂場用地 契約的檢討報告 和諮詢文件 所以呢 他不適宜評論 我就覺得好笑的 即是林鄭呢 如果是賽車手呢 她手車唐太很厲害 轉得很 很神父奇蹟 剛剛的答問大會 她才飛撲出來 就住公私營合約合作 公私營合作 不斷大力護航 還反問我們說 為何要用收回土地條例呢 你怕不怕有官司呢 即是在此指鹿為馬 反過來 還要說 收回土地 是沒有效的 就是公私營合作 才是最好的方式 這樣 那次她就不是在說這些 給我的感覺 她大力推PVP 現在的狀態是什麼呢 她每天都推 每天都說 她的團隊 她土地供應的幕僚 全部每天都說 唯獨是 一問到 戈爾夫球場 就不能說 為何這麼雙重標準 政府做事 是不是戈爾夫球場 這三個字 是佛地摩 我經常這樣說 是不能說的 在她的口中 不敢回答 上次 答問大會已經是這樣 這次也是這樣 給我的感覺 就覺得 特首好像有點不太誠實 上次 我記得麥美娟議員 就問她 找到戈爾夫球場裡面的 別墅 行政總統別墅 你願不願捐出來 她就 慷慨激昂 她就說 可以拿出來的 為什麼那些她又這麼積極呢 是不是因為政治化妝 替她塗沾粉 讓她使得市民 有一種不錯誤的觀感 以為林鄭月娥真的肯 射身成人 為了房屋供應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偽命題 也是個笑話來的 大家都知道 那個地方是一級歷史建築 是不能動的 第二 就算你硬來動了 那裡只有兩公頃 蓋不到什麼樓 一至兩座的公營房屋 都是極其量 還要是一柱晴天地 蓋在一個戈爾夫球場裡面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子虛烏油 她只不過是 拿出來做一些政治化妝 來賺一些形象分 我覺得 你與其 你剛才說的 你們就說 寧願誤導公眾 但是你 真是面對挑戰 面對你做得的權力 你竟然不敢說 我覺得 權力是什麼 就是私人遊樂場用地 契約 裏面列明的條款很清楚 第一 是沒有得續期的 沒有得續期的意思就是說 租用方 是沒有權要求續期 也沒有任何權利的 不會說 我現在要你搬 收回得地 我要賠償 沒有這樣的存在 那個是一個臨時的 有時限的租約來的 所以政府根據條例 只是需要2019年的一年時間通知她 2020年球場就要走的了 我真是看不到 為什麼 林鄭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只是想來想去 跟了這麼久 都覺得 會不會因為在權力上 這班是權貴 林鄭真是不敢開罪她 一去到這個位置她就縮了 如果你按政府的權力 根據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條款 其實是有絕對的權力去收回的 按權力有權收回 也都沒有原念 那我覺得現在的原念在哪裡呢 現在的爭議在哪裡呢 爭議就是那些權貴不肯加出來 那個原念在哪裡呢 就是 林鄭不肯基於公眾利益 去向這些權貴 收回他們的既得利益 那這個就是現在的狀態 最後一點 OK 是回應社聯 那個 深水埗南昌街的組合屋 那大家可能都記得 早 半年左右 我都是 一直有推動這個議題 那就去了歐洲 看了鑽幾個國家的組合屋的情況 回來都向運防局提出了意見 那他現在 就是叫做 社聯都叫做有十或有一撇 接下來都會 希望目標是做到一千個 組合屋的計劃 我是讚賞社聯的 始終一個民間機構要承擔責任 都是困難的 但是 我自己對政府今天的回覆 有些不是很滿意的 政府的說法呢 竟然是說 我們期望民間發揮力量 除了興建公屋之外 靠政府 其他就是要民間發揮力量 這樣就 繼續推動解決房屋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逃避責任的說法 我們有十五萬戶 輪候賊的家庭 我們有八萬八戶 住在公廈 劏房的市民 還有劏房裡面的居民 這些人呢 都是住在一個 不適切住房 水深火熱中的 我就想不到政府為什麼可以 這麼厚顏說得出 就是說 希望社聯或者民間社會的處理 社聯這次厲害了 還有一千個單位 但社聯就是社聯 它不是政府 還有一千個是它的極限 但是我們有這麼多人要 需要住房解決 怎麼可以透過民間社會去解決呢 而最重要 無論錢 和土地供應 包括臨時土地供應 所謂的 STT的土地 都是政府手上最多的 但是政府似乎是完全沒有想過 它有這個必然責任 它作為政府 是有一個最大的 承擔的責任去做這個 反過來 它現在好笑 就是做了推動的角色 做了倡議的角色 就由社聯來執政 不如林鄭下屆不要選 就叫蔡開衛做特首 去解決房屋問題 可能會適當我一點 OK 謝謝